基本的方向說要求日本抱歉有沒有有沒有做這些事情 會上發生了衝突 而且是大陸的官員 大陸的官員到我們的會場來鬧場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有沒有人員受傷是怎樣 什麼樣的情況 那我們的第一時間我們的外交部做是怎麼樣的回應 有沒有做什麼樣的回應 有沒有替第一線的外交人員 出口氣還是怎麼樣 我們總要做一點表示 有了 因為我們的同仁基於職責所在去阻止他們做這種破壞的動作 只有阻止而已嗎 有沒有抗議 怎麼樣這一類的 我們的阻止當然就是抗議 就是不希望他們來破壞我們活動的現場 那當然當場有一些肢體的接觸 有一些很輕微的一些受傷 不過這個細節 因為我們主管的亞太師跟住處那邊有直接的聯繫 我是請這個曾師長跟委員報告一下 報告委員 這裡有一點補充的說明 這個中方啊 中國大使館兩個管員到我們國慶酒會的場地來對事騷擾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到底啊 斐濟的政要有什麼人來參加 斐濟 那他可以來看看而已啊 怎麼會 他們要拍照 那我們的助館的人員請他們離開 他們離開以後沒多久又跑回來 這個時候就稍微有一點比較嚴重的衝突 就推撞 推擠 兩方人員都有受傷 中方人員有受傷 那這樣子以後會不會將來會更仇 彼此仇視啊 這樣子 這種狀況如果經常產生的話 不是只有回去 其他國家也會有這種狀況喔 那會不會產生彼此仇視啊 那這個是不是境外開始 國內國內兩方還沒有 台海雙案還沒有開始 境外已經開始了 是不是這樣 外交部針對這個斐濟的這個事情啊 我們配合我們也尊重斐濟外交部還有警方的這個處理的過程 我們配合另外外交部已經有通電我們所謂的駐外的大使館代表處辦事處啊 特別提防 中國以後這種戰狼外交啊這種攻擊性越來越強的方式啊 有可能會危急到我們其他的管處以後的公開的活動舉辦 我們有特別請駐管留意 這次如果我們沒有好好處理的話 下次另外一個管誰知道會不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就像我們那個日本遺傳 撞我們的遺傳 對 你看這個日本代表事也是一樣 我們的駐日代表究竟表示了什麼 我們是不是很嫩啊 所以這邊要欺負那邊要欺負 我們是夾在夾在哪個地方啊 第一時間我們的代表 謝代表表示什麼 他說什麼 我們的外交部又講了什麼 我們有沒有去追追追追追這件事情啊 國民漁民被欺負了 可是我們的外交部一點都沒說 當時說要調查 現在已經三個禮拜超過三個禮拜 調查清楚了沒有 包括委員 現在正在交通部 現在還在海事鑑定當中 還在鑑定 三個禮拜的還在鑑定 怎麼那麼久啊 這聽日本的報告 為什麼我們沒有聽聽台灣台灣的漁民的報告 為什麼只有聽聽日本的方向而 聽單方面而已 有沒有我們的漁民反應 沒有這個是由海巡署跟這個漁業署啊 共同針對我們的漁船進行調查之後 把收集到的市政呢 這個移送到交通部進行進一步的這個海事鑑定 我是問說已經三個禮拜了 我們究竟 究竟 好你要鑑定是鑑定 但是最起碼基本的條件 我們基本的方向說 要求日本 道歉 有沒有做這些事情 我們第一時間就是 諸日代表處 謝代表那邊已經 向日方 提出關切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了解原因之後 到底責任歸屬 在哪一方 理清之後 我們就再做進一步的反應 責任歸屬 理清哪一方 那你有沒有問問台灣台灣的漁民 責任怎麼樣 這個是漁業署跟海巡署 做筆錄 可是漁民來懷疑的時候都沒有人問他們喔 漁民有來懷疑嗎 這個外交都沒有辦法去問漁民啦 漁業署 漁業署跟海巡署 他們有做成筆錄 送給交通部了 我們是不是比較好欺負啊 大陸也欺負我們 日本也欺負我們 你看看 大陸的 大陸的 這個什麼 船 他們在日本附近 就在那個 那個 釣魚台附近 日本 不敢對他們怎麼樣 只勸他們離開 可是我們的漁船進去 他就 用衝撞的 那這種是不是 它比較大 我們比較小 我們阿翁Q 還是我們軟柿子好吃 報告委員阿這個 我們從來都沒有表示什麼嗎 我們 我們 從以前到現在 表示關切 表示抗議過 以前也發生過這個類似的案件 然後他們針對的目標並不只是台灣的漁船 中國的漁船也是 也是會被取締的 他們是被 的 趨離 可是我們是被衝撞 趨離是OK阿 如果我們有 我們有越線的話 趨離是OK阿 可是我 之前我們說 格子更衣 格子爭議 然後我們共同開發 那為什麼今天會被撞 我們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沒有替我們漁民講了一些公道話 還在調查 還在調查 所以我希望說快一點 我們 我們要替老百姓要 政府是要保護老百姓阿 我們的漁民是接受我們的保護阿 何況這個釣魚塔是他們幾世代都在那邊做 做業的阿 為什麼今天會變成這樣子 那如果這樣子再繼續下去的話 那我們可 我可能連那個海峽都不用去了 就只能在台灣附近 所以希望說我們外交部呢 要多趕快處理這個事情 不要讓我們的漁民感到很失望 政府都不替我們講話 那我們 我們是屬於哪一個 對不對 是 希望外交部趕快處理這件事情 再來我們來談談 有請經濟部 請陳次長 今天早上 請陳次長回問 謝謝 好 我們想請問一下 那個 次長 萊豬已經快要來了 我們的 BTA 到目前為止 八字都沒有一撇 那我們為什麼會做到這樣子的情況 連談判都不用談判 問大門就開開 萊豬就要進來 那現在問題是卡在哪裡 是不是卡在賴海澤的身上 因為他是貿易代表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 目前為止沒有辦法進展 今天三分報告裡面 講到很空間 三分報告 你們三個單位的報告 都是我們會加強啊 我們會促進啊 我們會怎麼樣 促進這個BTA的談判 結果到現在 都是一個空換的文章 究竟現在應該怎麼處理 報告委員 那個 訂定萊克多班的殘留容許量 其實跟BTA不是交換條件 它是一個必要條件 也是我們符合國際規範 而且這是政府從2007年答應到現在 我們一定要做出來 才有這個對外談判的公信力 所以這個 這個未來要BTA要推動 我們報告裡面說 這個先營造一個氣氛 主要是多元佈局 比方說國務院他也表示支持 比方說國會也表示支持 比方說產業界也表示支持 他都只表示而已啊 是是是是 結果都沒有真正的讓落實啊 過去喔 過去的支持聲音沒有這麼大 也沒有這麼正面 沒有這麼公開啊 比方說產業界也擔心 他在中國的投資 不敢說啊 那這一次能夠站出來 我們覺得非常的欣慰 這也是我們駐外單位 做了很多的 可是據我所知賴海哲 他是比較支持大陸的 我不去評論這個美國的官員 但是我想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我們這樣多元的佈局 對於我們這個目標一定有非常大的 那我想要再請問一下 9月1號 9月1號 我們的我們的肖代表 還有我們的王部長 還有那個智庫 美國智庫 他們有談到這 談到這事情 那這事情有沒有什麼 稍微一點點具體的結論 一點點 王部長 有沒有一點點 王部長跟傳統基金會有提這件事情 那這個傳統基金會在 川普政府裡面非常具影響力的智庫 他也正面表示支持 他說他會利用他的管道 跟他的這個言論的論壇 他會為我們 那下一次他們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實成票 說中程長程遠程 那我們現在有沒有 這個實成票 抱歉 沒辦法規劃 我們就盡最大努力去推動 那這樣子都表示遙遙無期啊 那這樣子都表示遙遙無期啊 那不是這樣 沒有這個國際政治的事情 那你現在11月 11月 又更是 這日啊 喔 sansgivin holiday 啊現在12月好日 12月好日 啊現在在11月我們請三 11月3號他們美國大選又 又又又又又又 就結束了 啊這樣請問咧 如果 如果 川普 好啦我不曉得 如果怎麼樣的話 那我們這個談判 這個這個 這個BTA談判 還有沒有辦法進行啊 因為 畢竟 川普是跟支持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跟川普是最好 我們現在跟美國那樣是最好 對不對 對 現在我們是跟美國的關係 是最好的 那如果不談 趁著這個時候趕快 趕快敲了打鼓 趕快繼續追 追下去的話 那等下萬一是 萬一是川普的 沒有拜登 好 那萬一啦 我是說萬一啦 那我們這個 這個還有沒有辦法 還有沒有可能啊 欸一定有可能 欸我們 欸我們這是創造氛圍 你都說 因為萊豬進口 那可以做更好的氛圍 可以加強更好的氛圍 好 謝謝 那氛圍 用台灣人的健康來換這個氛圍 這空氣 這氛圍是不好的 對不對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美國那麼支持 就趕快簽約啦